花蓮高辽大桥因为规模6.8的强震 桥面断裂 当时一名当地73岁的夜姓老夫人 开着货车要去田里工作 一经过呢 这辆车是翻覆衰落桥下 整个人晕了过去 那幸好醒来之后自行脱困 另外还有一对从新北租机车来玩的夫妻党 也因为地震是衰落三层楼高的桥下 幸好送鱼之后伤势没有大碍 高辽大桥经不起规模6.8强震 桥墩严重毁损 原本笔直平坦的桥面如今90度倾斜 断裂成了好几节 一名73岁的夜姓夫人 开着小货车要去田里工作 没想到才开到桥的前段三分之一处时 突然发生大地震 地震越来越大 后来准备刷车的时候 就刷不住了 车子马上飞到那个 跑得越来 夫人当场昏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 跟她一起摔落桥下的 还有一对夫妻 原来55岁的储姓男子和刘姓妻子 两人从新北来玩 骑着租来的机车 经过高辽大桥时 因为地震意外 摔落三层楼高的桥下 原本送医的路程只需要十几分钟 却因为桥断了 得多绕一个多小时 幸好送医检查后 出现男子脚骨折 太太全身多处擦错伤 上市没有大碍 又进无限 解诚今夜 花莲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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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